他們說這是全宇宙最好吃的鴨鴨 每一塊肉都炆得軟了 很嫩的 老實說,光看影片 完全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我個人十分推薦 豬頸肉和叉燒 很軟很厚 它幫你面頭已經沒有了殼 要馬拉薩 看一看大家,穿白色衣服 看著它 拍片才來下雨 一定是家聰那條糟糕在吊太陽 現在就出來了 和家聰一起去試麵當 第一間也算是第一間有印象的麵當 因為我以前不是很喜歡吃麵 自從我進了魔術店之後 Louis經常帶我來吃這間 令我對這間有個特別的印象 就是唯一一間的角質 可以記得它的名字的麵當 但是你不吃辣的嗎? 我不吃辣的 但是 這間其實要吃辣就更好 因為我有一次跟大文和Louis吃 被大文看見我叫了清湯 所以我說 不吃辣還吃不斷的天氣 真的嗎? 你吃清湯有點過分 我們一會兒試試吃辣 我做個小辣試試 做個小辣試試 可以叫做辣分開的 辣分開 辣分開 我們現在就先去吃第一間 表來流味 難得拍一次夜 下雨 關不關你的店 可以的 無毛魚也好 算是這樣的 你今天有沒有吊太陽? 我沒有 他知道我怕了 就躲避吧 今天很涼爽 好嗎? 這就是貼妓的眼波 對 我是不吃辣的人 我覺得不吃辣的朋友 只要叫湯好一點 牛腩是精髓 牛腩是精髓 辣這件事很好 但如果吃辣的朋友 我們看看吃辣的朋友的意見 我吃辣正辣 不像大家介紹的店舖像這樣 現在買的多少錢 我記得我當初吃的是19元的 現在多少錢 現在是17元 我上多年吃的時候 差不多10年前 10年了 牛腩真的沒吃 我記得以前 Ru叫肥腩加薑 薑是不是有一個部位 薑是好像他 不知道什麼頸 還是什麼肌肉 對 真的很厲害 日常跟熟悉的人出來 看見他們好像叫一些暗號 說是肥腩加薑 什麼什麼 哪個靈賞 聽到這些人覺得 專業 吃的 我後來都不敢說肥腩加薑 我知道我也是肥腩火腩 因為我怕他會混我 怕是什麼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東西 原來是這麼刺激 還是拿到前面 偶像派現在有些 偶像包袱 不要緊 我以前吃這個辣湯很辛苦 我一吃就有點像 胡椒湯的味 真不錯 是胡椒湯那種辣 我還沒吃過 我還沒吃過 你薑就行了 你隨便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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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就要做好 比較厚身一點 譬如薄身的 錯過了被人覺得是吃家的機會 如果大家來吃過 記得一下 別管吃你了 你剛剛拖了你那家居 那我們剛剛才吃完了 我發現了一件很神奇的東西 這是什麼來的 加蔥 肥腩 你吃蛇腩米 但是你不吃肥腩 我不吃肥腩 那為什麼不吃瘦腩 因為我吃瘦腩 我之前叫他有時給我半肥瘦的 我還以為是半肥瘦 有時他一兩塊肥 我對於是機率 這次大部分都肥 太肥 我不吃太多東西 我們現在就向下一間進發 而下一間就是 我自己最喜歡吃的 他的湯是任何一個地方都做不到出來的 是澳門的特色之中的特色 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內地朋友來到 吃完甘利 都覺得這個味道很特別 這個醬汁 真的在澳門也沒有另一間店 是吃到這個味道的 所以大家一來 一定要吃這間 我們是甘利 今天就是甘利了 我建議就算你不能吃辣的人 就這樣吃都可以的 因為他的湯應該是咖喱 咖喱加藍汁 咖喱加藍汁 雙汁來的 其實他本身都是少少辣的 所以我就算是不辣 也是OK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辣 加藍汁這樣 他會另外給你更多一斤麻利 他這個也有咖喱 我嗎? 對 但我每次來都吃不完 因為他的醬汁很濃 你叫米的話 你把醬汁吸進去 煮成 我以前都只是叫大雞米 就是裡面有些雞肉 加上米 但後來我才發覺 可以給到那些醬汁米 除了雞肉之外 他還有其他可能的 魷魚的豬肉 就連其他東西一起 老實說 你光看影片 你完全不知道他有多好吃的 你也好不可以 優先算答案 觀眾說 阿泰如果有個肥仔在旁邊 他會特別英俊 這些說法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他 對 所以我見你去找菠蘿 我吃什麼大雞 你想顯示大雞更英俊嗎? 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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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我和你這台 這官員都很喜歡算我們 哈哈 哈哈 這是白色 欺善我 我覺得 欺善我 順帶一提 無論碟機還是金利 兩家都很囂張 時不時都突然 去到是沒得吃的 說不可以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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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露面都是這樣的 經常去到那裡 今天休息一天 還有高士德這家 那家是比較硬一點的 如果你們看到 嘩 桶仔也有金利 我酒店是住桶仔 那我跟你們說 你們早點去吃 因為桶仔那家 基本上五點就沒有了 五點就關了 他們賣完即關了 他的肉 我聽阿Lou以前說 是否整個雞腿肉 你不問他們 他問我 但每一塊肉都炆得軟 很嫩 很嫩 雞不雞腿都沒有所謂 因為很辣 這間就不是很出名的 但對於我來說 是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他叫阿智麵家 聽過名字就好像中式麵 不錯 他是吃日本拉麵的 最有趣的地方 我朋友叫他這間 就叫阿婆拉麵 因為阿婆在這裡幫忙做麵 又是一間不是經常吃到的 因為他又不知道是開還是不開 好多有三天 我上次跟大文打算去拍片 那天就是沒有開 看到一站 下次就沒有開 而且你一看就知道 那個日本拉麵 就一定不是正宗 但就別有一番風味 阿智的鋪位 就是有少少隱蔽的 從這個大三巴 旁邊賣涼茶的巷子出來 然後就去到這裡 有條巷子進去 他就起正一個叉位 有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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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智麵間 他原先的鋪位 只有四張二人桌 鋪位非常小 那我相信你在香港 任何一間七仔 應該都大抱他的 那他如果下雨 或者多人 就會開到這裡 中午時段 基本上坐滿了人 但因為其實都已經3點3 所以暫時沒什麼人 你看他的招牌 其實都是一些中式麵間的招牌 但裡面的那些餐牌 全部都是很日式 日式地獄拉麵 日式豬頸獄拉麵 對於我來說 很有一個獨特的風味 他是澳門的老店 但他也是賣日式食物 很獨特的一個氛圍 有一個衝擊在這裏 即是說什麼 你看這個格局 只是我現在綁架了個人 拿到這裡的東西 我們兩個是綁匪的 飯還沒到 你去看看我女兒怎樣 是 很像不像 很像 我女兒找到一邊 我個人十分推薦 豬頸肉和叉燒 我每次過來都吃過 豬頸肉叉燒拉麵 很軟 很入味 聽完他推薦 我就叫做一個奶尿蝦米 是 我想問那些奶尿蝦呢 是有沒有剝殼的嗎 已經剪好了 剪好自己剝殼就可以了 即是剪掉兩邊嗎 剪掉了 沒有一個奶尿蝦的拉麵 一定拉麵有什麼轉體 有 有 有 麥粉 好 湯就拌了 有拌嗎 對呀 拌好一點 這麼棒 對呀 為何這麼腰張 其實還有幾個都很厲害 有什麼龍蝦拉麵 半隻龍蝦放在這裡 拍照大家就很棒 我連吃這麼多錢都沒試過吃這個 幾兩銀 六十幾筆 好像很夠 就是了 是馬拉棧 對呀 所以這也是我為何不叫你推薦的 果然是開美食節目的人 不過這個也超級好吃 你這個也 叉燒加豬頸肉 這個實在型 試一下奶尿蝦 試一下吧 他幫你麵頭 已經沒有了殼 好像是馬拉棧 我一口已經吃了一半的熟蝦 試一口 我才知道 吃之前記得要撥走馬拉棧 因為剛剛第一口太有馬拉棧 適合了味道 但香 沒有特別好吃 好 可能他不算話 真的很新鮮 但味道有很多梅 OK 在新鮮和梅中間 不過老實 我記得說十年前 最初吃的時候 他的碗還沒有壓至麵加利 這個後面入 現在要起床了 開始多人知道這間店 那麵質呢 老實說真的是拉麵麵質 湯呢 反而有一點 怎麼說呢 其實不像拉麵湯 是像豬骨湯 那你就不要期待它裡面會有紫菜 不過有生菜 還有粗米粒 還有肉 很軟 它的叉燒 很軟 很厚 很軟 很厚 很極厚 很棒 現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是吃它的風味 多於那間店 特別我自己 時不時過來吃 就覺得 不知道阿婆是怎樣 那種感覺 明白嗎 想找回老的事物 你沒有老人員 沒有拉麵吃嗎 你會叫外賣的老人員 請來阿婆吃 我會煮更多阿婆 你很強調阿婆 很少人吃麵 很強調阿婆 對 因為老實說 我是很厚少讀這間店 叫做阿芝拉麵家 知不知道 我一直都跟朋友 吃不吃阿婆拉麵 後來不知道 我跟朋友說 吃過阿婆拉麵沒有 什麼啊 阿芝拉麵 才發現普羅大中 也叫做阿芝拉麵 因為有你的人 就會把我的名字 放上去玩弄 我uro 開了十幾年 那些人都說要做阿婆拉麵 我們從哪裏做得不夠呢 小牌都有 可能是只有 因為妳先再把我的名字 應該會覺得 哪裏有老是老是老是什麼 阿芝拉麵 好像是yasag books 不知道為什麼 還 gy ens可愛 這個婆婆 有一件事情 是由他美女時期 從哪裏 era 所以不知道他開了多少 即使看一問他 人 Round 但我覺得來澳門就是這樣 其實來澳門真的沒什麼做 除了你來洗澡、賭錢 大部分人都不會來洗澡賭錢 來到也是吃東西 我們是在家裡洗澡的 來到澳門就是會來一兩天 但一兩天裡面有太多店舖想吃 因為澳門其實很多麵攤是很出色的 小吃你可以吃幾間 看麵攤你吃幾間就搞不定 我還怕有廣州朋友來了 我早上九點跟他吃 吃到下午兩三點 已經吃到午餐 吃到第五餐的時候 他說對不起啊 我知道錯了 你不要再帶我吃幾間 我想走了 我想回廣州 就是這樣 他吃到他真的會害怕 我們現在都示範了給你看 如果你真的來到 我想吃麵當 可能極限三間 吃到有為 我還有點餓 那今天呢 本來打算吃第四間 但我們的肚子真的是 進做了 之前一直問我澳門有什麼吃的 那些朋友 無論觀眾也好 朋友也好 想知道有什麼吃的 我就馬上丟這條片給你們 這三間麵攤 吃完才好跟我說話 是連續吃的 是連續吃的 你分開吃就吃不到那個層次 吃不到那個味道的 那你還想問我有哪幾間介紹 你吃完才好跟我說話 OK? 我會問你意見的 今天這條風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就... 就這樣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